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他本人并没有证实 不过行进士林北投 不少公车车体最近都贴上了这样子的 王玉成请求原谅的车体广告 有议员认为 王玉成如果真的要付出参选的话 将会是个爆发力非常强的对手 不过选民却普遍不看好 行进台北市往返士林北投 不少公车车体贴上红底黑字的巨型广告 仔细看斗大内容 写着五年前脚尾犯事件 看似请求原谅 署名正式事件主角 前台北市议员王玉成 经熟的广告公司说 共摆台贴有相同广告的公车 在街上跑 每台要价9000元 能从春节张贴到3月中旬 那王玉成他重新要再出发的话 我相信他调整一下心态 我觉得选民可能会接受他 我觉得来势汹汹啊 同选区议员不意外 因为春节期间这本同样署名 王玉成的农民力也在北投 诗林四处流传 大半内容介绍王玉成过往 问证报导 大啦啦放进 曾让他跌倒的脚尾犯事件 封底刻意营造 宋楚瑜背书的这席话 当地选民及议员看法两极 希望不要有这种政治人物 没有信用嘛 王玉成没有 说卡要放 这诚信问题的 就是那么久了 可是他有爆发力哦 不要对他小看他哦 我倒是蛮看好他哦 王玉成加油 是否付出参选 本人没有出面证实 但服务处虽然拉下铁门 邻居说里头已经装潢 准备开张 网路上也有成立不久的 王玉成部落格 留有为脚尾犯事件 下台的感叹自据 诸多文宣诉求背后的动机 不能让外界联想 迷失新闻学家 你去上阳台报导 台湾喜苏 台湾 matters